2023年世界杯排位赛 中国南兰VS菲律宾队 对于这场比赛 在赛前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南兰取胜的难度不大 毕竟我们内线有一定的优势 周琪、王哲林、胡金秋都属于亚洲一流中锋 同时 我们也需要这场比赛的胜利 在本届世界杯写下一个句号 然而 比赛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中国南兰以75比96输给了菲律宾 菲律宾队足21分 令人为之惊叹 为之感到愤怒 如此一来 中国南兰遭到了一场耻辱性的惨败 以一身四负的成绩 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之旅 这也是创造了中国南兰参加世界杯以来 最差的成绩 中国南兰如此输球 也是引起了很多球迷不适应 因为 中国南兰在球迷的心中 球队虽然与世界一流球队有差距 但是 在亚洲球队当中 我们还是一个霸主 是老大哥 在此前的所有世界杯上 中国南兰还从来没有输给过亚洲球队 没有想到 我们第一次输给亚洲球队 确实遭到了一场21分的惨败 这样的一个结果 确实是让所有的球迷都是无法接受 作为深爱中国篮球的直播解说员杨健 看到中国南兰如此表现 心里十分委屈 在赛后 一度落泪充满着不甘心 充满着无奈 他表示中国南兰这场比赛输了 我的心里挺难受的 杜志导也挺难受的 我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 我就是觉得挺不甘的 另外为我们运动员感到委屈 那么 中国南兰为何会如此输球员 前中国南兰主教练杜峰 指出了两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球队战术有问题 在第三节比赛 面对菲律宾队不断命中三分球 我们的防守战术没有一点变化 一直在使用联防战术 结果被克拉克森一个人给投嗨了 单截比赛 克拉克森投进了5G三分球 砍下了26分 让中国南兰完全是猛了 另一个就是主教练 乔尔杰维奇用人不当 由于周琦受伤离场 导致球队内线非常吃亏 在这种情况下 杜峰认为应该要使用王哲林 毕竟 王哲林在面对面亚洲球队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不管在进攻端 还是在防守端 王哲林都是有一定的优势 杜峰表示周琦打不了话 对中国南兰来说 这个时候上一下王哲林试试 不能让 大秋顶整场体能会是很大的问题 毕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 大王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然而 大家也看到了 随着周琦下场之后 王哲林没有得到一分钟上场时间 完全就是被主教练乔尔杰维奇弃用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胡金秋一直在场上 由于长时间在场上 加上胡金秋本身对抗能力不足 因此 中国南兰不仅外线被对手射穿 在内线同样是对手玩虐 球队内外线完全失守 最终导致了一场21分的溃败 那么 乔尔杰维奇为何宁愿死操胡金秋 也不肯给王哲林一个机会呢 对于这个问题 在下后 乔尔杰维奇也是给出了一个答案 他表示 当时胡金秋是状态更好的球员 他需要这样的比赛 也能够打这样的比赛 同时 还忘了胡金秋累不累 胡金秋肯定的表示不累 所以才会一直用他 乔尔杰维奇是如此说道 我认为胡金秋是状态更好的那一个 他能够打这个级别的比赛 他需要打 赛经验 我问了他很多次 他累不累 他说不累 所以我就一直用他了 从乔尔杰维奇所言来看 并不是不用王哲林 而是王哲林的状态不行 他没有做好比赛的准备 而胡金秋是状态更好的一个 对于王哲林为何会出现状态不行 笔者认为很有可能 是与安哥拉队的比赛中有关 中国南南上场与安哥拉队的比赛 王哲林完全被弃用 这导致他的心态受到了影响 不得不说 现在的中国南南似乎已经是千疮百孔 问题多多 接下来 中国南南要何去何从 乔尔杰维奇要不要下课 联赛要向左向右等 这些问题将会考验姚明的智慧 各位看官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祝 为了解更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和点评